吃不吃到每一種菜的特別味道啊? 吃到啊?每一種炒到一坨 是啊,你會想到有時素食 以前可能是紅紅綠綠,很多美精那些 不是的,現在是很現代的 可以直接上視頻 教你怎樣做素食的雪糕都可以 其實是很多代替品 不需要一定要吃肉食的 那現在開始了,這個 現在這個裡面下了香草,下了這個 枝竹嗎? 枯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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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素火腿,沒有蛋沒有奶的 那有沒有留意我沒有下鹽啊? 是 沒有下鹽啊 為什麼不下鹽啊? 有沒有人知道啊? 對手就有禮物過啊 為什麼不下鹽啊? 枯竹呢 枯竹是很驚嚴的啊? 你要拔好了,你要燒樂鹽 你未曾煮的時候呢 你就... 樂仔鹽下去呢 它會變了什麼啊? 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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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滅書自己答的啊 我太快了 那要 我們還有很多的問題 問大家 尤其小朋友 如果有興趣去答 那時候你舉手呢 答對了 我們有禮物會送給你的 那些小朋友啊 那些家長帶來小朋友來 多些關心 為什麼我們吃的東西和環境也很有關係啊? 好了,那現在滅書在煮的時候 是,我們正在煮 因為幾大肥的火油 要等時間呢 那我們呢 就繼續問問題 就好像剛才那樣 如果你覺得那個問題 那個答案是對的 就給點反應 就掌聲 那我們就會把禮物送到那個朋友手上了 好了,那現在呢 我們煮的時候呢 有很多朋友想環保 又想賺食素 那也都有 譬如Miss E這些 出來公開教素食 那但是它有一個疑慮 有一個什麼疑慮呢? 就是說 究竟素食夠不夠營養啊? 很多朋友會說 喂 我想吃啊 但是我覺得 好像怕沒有力啊 有時怕會不會吃素沒有力的呢? 或者有家裡很多的小朋友 那他們長大要成長啊 要吃很多的營養啊 那時候夠不夠呢? 那這些資料呢 也都一會和大家分享 好了 在說夠不夠營養的時候 我們經常用營養這個字 有沒有朋友知道 營養是什麼來的? 那這個是問題來的 如果你舉手答 是有禮物的 那些小朋友知不知 在學校呢 先生會教 吃些什麼 會有些什麼 汁那些呢? 什麼素那些呢? 那些那些 好 現在開始了 禮物姐姐 是 是 是 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說了 有些什麼是營養來的? 營養是什麼? 好 這位 這位 是 是什麼? 衛生素 是的 衛生素 好 一個答案 衛生素 對不對? 衛生素 好 給點掌聲啊 這位太太 好 有個禮物了 好 第二個呢? 這位是藍衣的 我沒有見到 是 藍衣的 是 好 對不對 對 我們又給點掌聲了 又有一份禮物了 小朋友呢 今天好像只有一個小朋友拿個禮物 很簡單的題 平時要 填充都要填這些 還有哪位 炭水化合物 對 對 對 給掌聲 對 我們民主的 大家也認爲對 我們又給一個禮物 炭水化合物 炭水化合物 炭水化合物就是包括一些 便粉 那些 糖 都是炭水化合物 剛才說了什麼 炭水化合物 蛋白質 還有剛剛說 衛生素 還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鈣質 鈣質是什麼來的? 龍頭一點 鈣質只是那種營養素 其中一種 那種叫什麼? 那種叫什麼? 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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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你投票 對不對 就給掌聲 是 隨便吧 送給你 好 不介意 送給你 送給你 好 鈣質是 抗物質的一種 剛才 抗物質的一種 沒錯 還有除了鈣質 還有很多其他的營養素 這些我們叫微量元素 鈣質 即是礦物質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好像有一個很重要的 但那些女士就很害怕的 其他脂肪 其實是很重要的 脂肪也是一種營養素 當然有好的脂肪 這位對我脂肪 我們給了一掌聲 這位太太 脂肪 有些好的脂肪 好的脂肪多數都是在堅果上 所以有些朋友說 吃那些核桃又補腦 吃那些杏仁又說通心臟血管 其實就是他的脂肪能夠幫你通血管 這跟你的健康有關係 所以多些吃一些堅果類的東西 有時懂得配搭 配搭 譬如配搭一些果汁 配搭在烹飪方面也都可以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想想 其實我手頭上還有兩個 想不想到 即是維相素 還有兩個 很多時候會忽略它 尾、鱗、鱗 都是 尾、鱗 你每天要喝幾杯那些 可以 等等 今次給小朋友回答 小朋友有沒有小朋友 黃色 黃色 牛奶那個 一會兒 黃色 那位小朋友 什麼答案 有沒有答案 沒有認識 這位小朋友 牛奶 牛奶就不算是 因為它不是一個營養素 牛奶 這位答對了 給點掌聲 水是很重要的 我們每天都要喝幾杯水 給我們那個新陳代謝 把廢物和排出體外 都是要靠它 那還有一種 智慧 是呀 阿依依很厲害 還有沒有 是呀 送給你阿依依 謝謝你 謝謝你 有沒有小朋友可以 謝謝 謝謝 剛才那位黃色小朋友 他這麼勇敢 舉手 記住了 很多種營養素 這個纖維也是一種營養素 因為纖維幫助我們 那個 體內那個 排出來 是需要靠它 幫助腸的移動 那這個很重要的 是多數蔬菜 或者是一些 剛才說的堅果類 亦都有很多 其實纖維有兩種 一種是不可溶的纖維 就好像那些菜渣 那些 或者我們有些菜渣 太粗的 我們放在廚餘那裡 但一種是可溶的纖維 那些其實很重要 對於我們那個 整個血管 血管壁 減低膽固醇 那些是很有幫助的 那這個就是 特別是蔬菜 或者剛才我們舉的一些 蔬果類 果實 都有很多這些 可溶性的纖維 其實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方面 其實現在我們在網上 已經是有一年時間 那我們發覺 其實那些資料是很充發 你是隨時可以 按上網 如果你說不懂得看英文的 那些 看我們的網站 我們有中文 有英文的翻譯 那你可以看一下 怎樣去調調一些素食 怎樣保存最多的營養 沒有 在等 那個火 是 那剛才說 剛才說 可以達到這方面的標準嗎 完全是可以達到的 因為我們在蛋白質那裡 我們可以在豆類裡拿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黃豆 大豆之外 原來做一種非常之高 蛋白質的 它叫做腱嘴豆 有些人叫做雞豆 懂不懂 香港人叫它做三角豆 即是好像雞嘴 煮的渣渣 就一定有的 原來這個豆 就跟黃豆合在一起的話 你是完全是直接吸收到 這個安基酸 那八種是沒有辦法 能夠是自己生出來的 即是我們說的必要的安基酸 必要的安基酸 它是完全齊全那八種 再加上 二十二種 就足夠一個人的身體 每天的支付骨架 還有肌肉 還有頭髮 指甲 那些器官裏 那些金件 足夠給你做的 除了蛋白質之外 你不可以只吃蛋白質 是不是 吃過多之後 都不可以 因為蛋白質 是需要有水 和需要去輸送它的 輸送它 給各個地方去用 這個講來很長遠 不過說一下 我們的身體是完全 剛才說的那幾樣的維他命 抗物質 什麼什麼都齊全下去 我們每天都這樣吃下去的話 原來我們是會自己生化的 因為我們這個身體是一個生化體 入了它之後它自己會生化的 生化的時候它就會很知道 你有什麼沒有什麼的 你沒有那樣東西 它就補充給你的 如果你全部足夠 全部足夠 齊整 所以就沒有偏食 就不要偏食 你偏食得太重要 就缺乏了其他元素 還有一件事 你夠了之後 它會出種種酵素出來 這種酵素 是我們供應給我們的肝臟 那個肝臟如果那個酵素不夠 那你就會生病 好